菩菜,菩菜又叫做菩菜,是一种长在水中的野生植物,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,此菜性寒,人们食用之后有助于消除火气 一道起到清热去火,结束解毒的作用,而且帮助清理身体之中的热毒,缓解身体的不适症状,而且有助于消除疲惫,有助于缓解失眠的作用,早食早受益 菩菜煮鸡蛋,菩菜又叫做的菜,是一种野生的野菜,叶子还可以入药,菩菜搭配鸡蛋一起煮,而且其中富含许多的维生素,钙质和蛋白质等成分 而且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,可以增强你们的钙质,促进身体的健康发育,抵御一些疾病的发生,改善身体免疫力,早食早受益 蒲公英,蒲公英有着要用皇后之称,蒲公英的叶子可以当作蔬菜,根部还能够入药 平时常用蒲公英泡水喝,每天喝一杯,有清热解毒,饱肝护肝的作用 而且有助于缓解便秘,排出身体之中淤积的毒素,对于减肥者非常有利 芹菜,芹菜是生活中一种具有特殊香味的蔬菜,这种含有丰富的纤维素,以及特殊的分方类物质,因此常吃芹菜可以提高人体的食欲,同时也可以促进排便和消化能力 好,常吃芹菜还可以起到乌黑头发以及明亮眼睛的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